哎 真的是啊 其实陆老师写那首 《一壶老酒》啊 我觉得 您自己当时写的时候 其实可能没想过 他会活成这样吧 您肯定是脑子里 一直是妈妈的画面吧 需要给观众们说一下 我没写过歌 但是我爱唱歌 从小 从小喜欢唱歌 就妈妈查出了肺癌 现在来讲就八年以前 今年九十嘛 那年八十二 这么八 查出了肺癌以后 全家都乱了 天塌下来 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我父亲 也去世比较早 我拍《三国演艺》的时候 去世的 没有看上我的观光 妈妈又这样了 我就觉得岁月太无情了 而且就是没想几年服 拉持六个孩子 完了以后呢 姐姐们都给他弄好吃的 弄什么这个那个 我说 现在老人家不缺吃不缺穿 我就觉得应该 送给他一个精神上的东西 我就开着车 开着开着 我就这个感觉来了 你想起了每次回家 拍完戏回家 离开妈妈的时候 那个画面 我这首歌的词 就是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电影镜头 对 非常 其实就是想说话一样的 喝一壶老酒 喝完酒 要走了 一走再回头 三回头 看看妈妈 每次离家走 妈妈送到家门口 这个词有了 很简单嘛 让他押韵起来 妈妈拉着我的手 妈妈在招手 我又一回头 全是这个 就是曲子 谁写的曲子 自己写的 我自己写的 你怎么这么有才啊 我自己写的 哎呦 我天呐 我自己写的 我的这个名我也想了半天 喝一壶老酒嘛 喝一壶老酒 一开始叫喝一壶好酒 就妈妈那样的酒 应该是一壶好酒 不对 应该是一壶老酒 老酒它有 它有沉淀 沉淀感 哎 老娘那样的酒 那样的多少年的酒 拿出来 每次让孩子喝一口 让我回回头 爱喝酒 我天生爱喝 现在也爱喝 还爱喝 就是这么出来的 嗯 就喝一壶老酒 让我喝 那么一壶老酒 从哪里来 就是三国演义的 一壶啄酒喜香 对 一壶啄喜香 对 最后就三国演义的开篇曲中啊 明代的杨胜写了一个词 就是我们平时知道那个滚滚长江都是水 泪香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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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就这感恩 我觉得我特别有福气 嗯 你那个MV中是老妈妈吗 妈妈 嗯 这是你的妈妈呀 妈妈 妈妈 我跟你说 这一壶老酒这首歌 我一听非常感动 刚才说了 我并不是 就是因为一个 好像一个你的偶像啊 什么什么人 不牵扯 不不牵扯 不牵扯 这样的歌 我们该如何去感受 是 妈妈多么幸福 我就想让妈妈开心 你看 起结果 这个 妈妈就开心 没有做手术 嗯 就这首歌 我可以说就这首歌 让她又活了八年了 哦 太棒了 力量 力量 九十一了 哎呦 昨天我们还在一起 哦 开心的不得了 开心的不得了 就是一首歌 回家就唱 没事就放 哎呦 让她感受到她的子女 她孩子对她的爱 就这么简单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其实呢 我最近感动 就是人发给我 韦念在唱的时候 陆哥 你看 那个 王韦念在唱几个 两条 哦 我特别感动 我发给他了 嗯 我说韦念 你这样唱下去 让原唱怎么再唱啊 哎呀